公所与卫生所因应85岁以上在急长者接种疫苗 16-17日选在双溪市场2楼的宽广空间 减少民众群居的风险 民众搭乘电梯来到接种站 先进行身份查验 并领取号码牌在等待取消后 下一站透过卫生所人员量血压 查看健保卡并使资讯 再进入接种区 本次采取于美丁式施打 民众在被问诊打完针后 便能直接在原座位休息20分钟 若是人数较多 也设有休息区供老人家歇息缓解 我们这次规划分成四个区 第一个报道 做基本身份的查核 第二就是量血压 那包括说你的健保卡的一些 病因的资料的查询 然后施打区的话 医生会使用来做问诊 还有一个休息区 这样的话整个流程让它能够更完善 那因为双溪区的话 服务院比较大 整个面积有146平方公里 那针对服务一些 住在比较偏僻的长者 那我们这边有规划 我们的加班车 还有利用我们的社区巴士 就所谓的新巴士 来做接驳 比如说三岗牡丹 那我们的太平 我们的长年外干 平平上岭 这个离市中心 接打站比较远的地方 要将冒叠之年的老人家 统一集中到市区的市场 并不容易 去公所除了广为宣传 打疫苗的消息 也安排了两天接驳的配套措施 包括16日往返三岗里 慈安宫及牡丹里庆云宫 17日在太平里寿山宫 长远里微会庙 上岭国小 平临活动中心 也会有接驳班次 让没有交通工具的民众 更有前来施打的意愿 而家属陪同更好 在长辈接种后 需多加观察身体状况 多喝水休息 更能缓解副作用的不是 双溪区的一共有400多个 我们双溪里的 差不多有30个 我们区长每天都有广告 叫我们怎么用 我们所有的医民 还是很配合 尤其是85岁以上的 他都不敢出去 他在家里比较多 现在今天他有打疫苗了 所以他们都出来了 我的理差不多有 差了四五个没有来 其他的我 因为我们前几天 就在一定要打一打 结果今天还算不错 在这里还是 谢谢我们区长 认真来为我们双溪区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 统统没有染疫过 目前双溪区努力 做好防疫把关 除了零确诊外 长者们也愿意接种疫苗 而少部分户籍不在新北市 住在双溪的85岁以上老人家 也可在18日下午2点至4点半 余卫生所施打 让家人临着更心安 记者夏浩文双溪采访报道